《创世纪》续集开播在即,在听叶蓉天说这句话到底尴尬了谁。 说起TVB的《创世纪》对于70、80那一代人来说,基本上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的地步。 不仅仅是因为《创世纪》这部剧拍得好看,而是这部剧就代表了香港一代人的血盘历程。 也是TVB第一次用如此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,无论啥时候房子都很重要,相信当年相信的人现在也早就发财。 《创世纪》里面经典台词无数,但是唯独叶蓉天这句这个社会笑评不笑娼,你走快一步,没人会介意。 但是你若走慢一步,你就会永远被人不瞧起。 不知道当年看《创世纪》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是什么感受,现在听到这句话又是什么感受。 在叶蓉天、罗嘉良试验的口里说出来的时候它又是什么感受,到底又会尴尬了谁。 新旧两部剧完全横跨两个不一样的世界,在《创世纪》的口碑想超过前转目前是不可能的了。 除了因为政策的限制之外,他俩之间的剧本完全不一样。 前者《创世纪》是真的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纪,后者更加趋向于家族之间的斗争为主,虽然并不是说家族斗争的剧不好看,而是少了一种向上的灵魂在里面。 不过一切在《创世纪》没开播之前,一切的猜测都言之甚早。 小编倒是更期待TVB的《天命》,觉得剧本故事更加的新颖一点。